歐盟國家領導人10月20日 將舉行峰會努力處理能源價格 標障及供應不足的難題 確保能源短缺不會進一步讓經濟惡化 甚至引發民怨和動亂 同時歐盟的27個成員國家 還需要在抗拒和制裁俄羅斯問題上 團結一致共同進退 為週四召開的峰會做準備 歐盟委員會週二推出一份會議藍圖顯示 在那些希望對天然氣實施統一限價的國家 與認為此舉將進一步減少天然氣供應 並有可能讓工商業遭受更大困難的國家之間 還有巨大的洪溝需要去離平 歐盟奉會週四開幕之後 各個領導人下個週末將會花費兩天的時間 試圖化解他們之間的分歧並達成妥協 不論達成這個目標有多麼困難 歐洲面臨真相出爐的一個星期 美聯社引述比利時首相阿歷山大德克羅的話說 這個星期是成敗見分曉的時刻 美聯社報導中表示 其實27個歐盟國家早就意識到 過分依賴俄羅斯能源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 這一點在俄羅斯總統普京 2月24日入侵加蘭之後就很快意識到 但是歐盟在對俄羅斯能源行業實施制裁之後 這個擁有4億5千萬人口的富有國家聯盟 很快就發現 要讓最窮的國民在寒冬中保持家企供戀 以及要讓商家避免因為能源價格高企 和短缺而倒閉是有多麼困難 美聯社說 隨著民族主義和右翼民水主義 對歐盟共同政策的抱怨越來越大 歐盟能否順利從目前的危機中 尋找出一個共同的策略 將會對歐盟的前途產生重大而直接的影響